在马路方统治西北时期 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迫害哈萨克族人 他和同是真主的子民相间何太极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领各位到拱流库尔德宁哈萨克大草原 去了解这段历史 同时感受哈萨克民族的风情 在遥远的新疆西北部 我们探访了伊利哈萨克自治州的拱流县 一来到这里呢 立即被这份宁静给深深的吸引住 这是一个人年极为稀少的山中盆地 有着梦匿的森林环境 我们决定在这里留上一碗 享受这份静谧之美 只是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呢 让小黑狗都感到不安了 这是哈萨克人夏季的家 他们带着羊群到这里来放牧 每隔上一段时间呢 换一次草场 他们住的针房拆卸容易 便于携带 上面附着厚厚的毛针 可以抵御夜晚的寒冷 这两位兄弟是哈萨克人 他们拥有上千头的牲口 算是相当富有的 但是过惯了竹水草而居的游溢者呢 是不会轻易地卖掉牲口 加上现代的繁荣社会 对他们的诱惑并不太高 所以他们的牲口财富 还在累积之中呢 精湛的奇数是他们必备的能力 当然马就成为他们最好的伙伴 也是最重要的财产 由于平时难得有人来访问 所以我们的来到呢 他们十分淋语 在这里所能提供的最佳美食 就是羊肉 这些羊都是这块草原上养大的 我们虽然是无数之客 但并没有受到冷落 晚饭就要开始了 新疆的晚上八点钟 天还是亮的 实际上跟中原调整时间 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塔萨克人除了喝羊奶之外 他们也以麻奶来做成饮料跟美酒 想喝多少挤多少挤新鲜又不浪费 拍拍马屁是感激也是赞许 这儿的烤囊是要蘸起司一起吃的 汤萨克式的奶茶只有鲜奶跟茶叶 不像是奶茶那么香 也没有各式干果的调味 蜂蜜 这是蜂蜜 这种蜂蜜是野生的山花蜜 种的就是鲜奶再来吃的 鲜奶蜂蜜吃 那红红的是什么呢 红红的这个呢 这是叫马尼 这是当地本地的特产 也是熬酱的 它是一种野生的一种小果 是形状像草莓 然后拿来熬酱 熬出来以后放糖 有点酸有点甜 味道挺好的 上面是煮熟的羊肉 下面呢就是说是面 是有擀的面 然后吃起来 就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贵宾用的 那么平常一般招待客人 就是这种种方式 晚餐十分丰盛 而且全都是自家做的 每块羊肉都有肥有瘦 哈萨克人说了 有肥有瘦 不如啃骨头 骨头上的筋肉最好吃 这样就知道吗 这样就下去 然后就 摆在手上吃 招待的饭菜呢 都是当地风味 这当然是我们最想要的 因为每到一个地方 最喜欢尝尝的 就是当地的食物 他们就只喜欢吃什么 我们也想尝尝的 隔天一早呢 我们只往有花的地方去 因为昨晚吃到蜂蜜的甜头了 始终回味无穷 所以想搞清楚 这个蜂蜜是怎么来的 看着我们的刘智作 虽然已经全部补装了 但却还是敬而远之 不敢迷范这群小家伙 今天要吃吃 不行啊 蜂蜜不行 蜂蜜不行 天气 蜂蜜 蜂蜜 这个地方的蜂蜜 有像千里香 千里香 还有那个党参 党参 党参的也有 党参米也有 所以这里蜂蜜特别好 这个一香 大概可以一年产多少蜂蜜 要是这个黑粉之下 那个菜量高的话 分为米园后的话 就大90公斤 要是说是像今天 这样的菜量不行 那还是就是 60公斤 那今年就没有10公斤 还不到 为什么会今年10公斤 它天干嘛 太汗了 太汗了 花草不新军 哦是这样 那黄蜂呢 黄蜂那就残力更少一点 为什么黑蜂蜜蜜高 省地那个怪怪地方 残力的地方 它黄蜂吃不到 最土吃不到 那个黑蜂蜜嘴尖 它能够 所以一般都是羊黑蜂是吧 黑蜂也有黄蜂也有 黄蜂也有黄蜂 菜质比较多一点 容易管理 黑蜂不容易管理 黑蜂不容易管理 从天然山坑里 这个蜂蜜很香啊 真的很香 很好 这个蜜蜂都在吃了 满满的蜂蜜装着甜甜的幸福 夫妇何求